我没讲过CLA76吗? 不会吧 这么重要的插件肯定得讲 大家好,我是Alex 一点不开玩笑的是 我真的以为我讲过CLA76了 因为1176是我几乎是必备 必用的一个插件 我可能更多用的是UED的 但是呢 Webz自己的这个CLA76 也是饱受好评 很多很多人都喜欢用 因为1176这种插件 或者1176这种类型的硬件 本身就是非常的 必备的一个混音的工具 因为它特别快的启动时间 非常好听的音软等等的 所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Webz的这个CLA76 它整个的布局呢 就跟你看到的1176的界面 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都讲过很多76的插件 没想到我没讲过这个 要是显得小的话 你可以放大这个 一定要强调V14确实有这个功能 感觉好像舒服一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的一共 模拟了两个 一个是BlueV 一个是BlackV 这个既然是CLA 肯定是Chris Lord LG 这个大师的签名款了 模拟它的那个硬件 它自己用的硬件 一般来说BlueE 一般是多一些色彩 我忘了它自己的 那个是A还是B 好像我记得应该是B 然后你如果看到这个 黑师Black Lion 也出过一款硬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看那个硬件 据说模拟的是 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插件呢 1176对很多初学的同学 我再说一遍 大概的功能 1176这个压缩 本身内部有一个预值 这个预值呢 是在界面上没有办法调的 你可以通过增加这个输入 这个input 去让它信号大的碰到这个预值 所以会开始压缩 开始压缩以后呢 会在这边显示 你用这个Gain Reduction GR Gain Reduction 这个表就会告诉你 大概压了多少 这边有启动的时间 和释放的时间 什么时候开始压缩 以及什么时候开始释放 几乎所有的1176 除了Overload的那个怪异的东西 都是往右边转是快 往左边转是慢 所以你如果转到这边的话 还是启动时间非常的快 往这边转的话 是启动时间非常的慢 那释放时间也是 越往右边越快速 越往左边越慢速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一个人声来听一下 我先用第一个压缩 我用12比1 也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硬的一个拐点 再次强调 比例越高 在1176上拐点越硬 跟你能压多少 不是特别的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我们要 我们的目标呢 是让它差不多压最多的时候 不要超过5个DB 或者3个DB左右 咱们来试一试 注意看这些特别特别peak的地方 现在只一个DB 稍微多推一点点 推输入进去 差不多是3个DB左右 我们就放到36这个地方了 差不多这个位置 启动的时间呢 我一般把它放稍微的 第一个稍微的快一点 然后释放时间 也放稍微的快一点 目的呢 是希望能够去掉 高起来的这些部分的东西 平时唱的时候 基本上不动 不怎么压 刚才有一个 一瞬间 在这个地方 它有针友的时候 不是很准 所以你还是要 仔细地去听 那第一个 我们放到这个以后呢 帮我去处理 特别特别高的 比如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peak 差不多5到7个DB OK 所有其他的地方 我都不动 基本上只处理高频的地方 高频地会帮我控制下来 同时呢 A会给我更多的一些阴远 A的阴远会明显一些 有一种沙沙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B 这个B是在底下 可以切换的 BlueE BlackE B呢 我把它放到一个 比较慢的启动的时间 中速的释放时间 相当于是我不要 特别多的去控制它的动态 但是我控制一些 同时我让它的 人生稍微的平缓一些 你可以想象 它把一个人生 波风波谷 特别明显的 稍微的平缓一些 好我们来听一听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少压一些 没有的 加进去 你会增加一点点音染 同时呢 让你的动态稍微的控制一些 你听到的感觉更多的 类似于的小的声音 稍微大了一点点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经典的一个用法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快的 增加音色的 音染的 然后呢 用一个慢的 或者你把它们两个调过顺序 你先用黑色的这个 black key去控制动态 然后呢 用CLA76去控制 整体的压缩的感觉 这样的话 你用一个比较慢的 CLA76的 蓝色的 去控制整体的感觉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音色音源 比如我们把这个拽下来 第一个我们放在上面 第二个我们放在下面 在这个调整完了以后 我们先来看看 黑色的帮我们去控制音头 OK 第二个 你会发现 我把这个蓝色的 一直放进去 因为它一直处在一个 类似于压缩的状态 一半压缩 不压缩的状态 所以它的音源 会持续的更多 更多一些 我们听一下 没有蓝色的 放进去 所以大概是这样 很多人甚至用硬件的时候 也是始终让它 保持在一个一直压缩 不是说偶尔压缩的状况 主要是为了用 它那种FET的音色 还有一个办法是 你可以用它 发送到一个发送轨 比如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发送到了一个 这个部分 然后我这个地方 用了一个All All Buttons 就是这四个 实际上可以一起按下去 到这个地方 给了你一个All 你点击了它以后 它会进入一个 1176特别明显的 阴染的状态 记住了这是发送轨 我可以把它混回来 我们先听一下 这发送轨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是这样的 听起来就是完全的音色 完全为了它的厚度的音色 这是如果我听我的唱 然后我慢慢把这个鬼混回去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混合一定的 音染色彩 当然这是1176风格的色彩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生 但是你可以用它去做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鼓 或者处理任何的 通过一个发送轨 发送出去做音染 把它混回来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analog的噪音 50赫兹60赫兹的噪音 我建议大家就不用去管它了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个干湿信号的混合 和一个trim 就是这么简单 1176本身就是一个 超级简单好用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是Waves的用户 你有这款插件的话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 1176的风格的选择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休息 天天下上 拜拜